抄牌第一个伏位,快上机 要不说这些啦,每个YouTuber都说过黄针针 一股东西都在白痴都知道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Valerie 我是Ryan,欢迎收看《喂食VR在英国》 上次讲电动车的影片就非常受欢迎 所以我们这条影片会继续讲车的 不过我们就是讲开车不是买车 在这条影片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五样 没有什么YouTuber提过的英国开车抄牌伏位 万一被人抄牌有什么理据可以去挑战将告票 还有考了车牌不试,排着旗,考路试的朋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一个快点的旗 好,首先抄牌第一个伏位,快上机 要不说这些啦,每个YouTuber都说过黄针针 一股东西都在白痴都知道是什么 OK,第一个抄牌伏位,Low Traffic Neighborhood 称呼LTN 那么这个LTN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声称要在住宅区中减少交通流量 改善环境的一项政策 这项政策就是将一些住宅区的街封了 不让私家车入 这项政策就极具争议性 因为它会将交通流量推到附近的大路上 令附近的大路更加拭车 它亦给了一个机会给Local Council抄牌赚钱 那么LTN为了不让私家车入,那就会封了 但是怎么封呢 有些LTN就好点的,好像图片显示的这张 有个蓝洞在这里,那么你明显银不到的车进去 那就没问题啦 但是大家又看看这个LTN 基本上这个LTN纯粹是用两个路牌去定义它的边界 你一个不小心银进去附近的相机都会拍你照 那告票就会寄到你虎上的了 有件事要留意的就是有些GPS导航系统是没有LTN的资料在那个database 所以它是会有可能带你行这些LTN的 那Valory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中过一次招了 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留神 第二个抄牌服位Yellow Box Junction 相信大家都知道皇家的规矩 就是车不能停在皇家里面 但其实有两个exception是可以停在皇家里面的 第一就是你想转右而右边条路的出口是clear的 但是形头有车来着记住是形头有车来着 那你是可以停在皇家里面等的 等到形头没有车来再转右 第二如果你想转右而前面那架都想转右的车顶住你 那你可以停在它后面等 但是要记住在这些情况你进入皇家的时候 右边条路的出口都一定要clear 如果不是这里的exception以你停在皇家里面的话 皇家附近的camera就会拍到你的车 那告票就会记住你苦上的啦 我几年前就在Merton中过一次招了 被人罚了65磅 那就一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被人掠上了几秒啦 因为皇家是一个很容易中的伏位 所以Locasso都在这些车顶里找到不少钱 所以他们有个花名叫做Money Box Junction 要避免不要在Yellow Box Junction被人插牌 就记得千万不要心急 每次进入皇家之前都要看清楚 出口是否clear没有车才好进入去 第三Traffic Enforcement Cameras 这些camera在某些路牌的附近会出现 而这些路牌通常会指示你一定要做 或者一定不可以做某些东西 例如只可以直行 不可以向左走向右走 或者是因为条路很窄 迎面的车有priority 不准U-turn等等 那就有个相机拍着那个位置 要注意相机其实可以是Fixed 或者是Mobile都可以的 如果你违反了路牌的指示 那告票又会记得你苦尚啦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有没有禁严啊 就是有禁严 早几天我们就在South London Gypsy Hill 附近的Souders Hill就见到过了 拍下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相机就安装在车上面 即是Mobile的 一时在这里一时不在这里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没有给迎头离的车过先呢 那你就会被人抄牌了 那所以开车的朋友记得要遵守 交通规则和路牌的指示啦 第四Mobile phone cameras 政府为了打击驾驶者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 近年在全国各地装了很多Mobile phone cameras 这些cameras非常不起眼 因为他们会安装在一些很高的地方 从上面到拍下来的 如果他拍到你用手机的话 那告票又会记得你苦尚啦 不单是这样 如果你被人捉到开车用手机 那就不止罚钱 还要扣6分 一个正常的驾驶执照有12分可以扣 但如果你是新牌子 那个牌子在两年之内拿回来 那就只可以扣6分 换句话来说新牌子被人捉一次开车用手机 那牌子就玩完了 就算你的牌子还没玩完了 如果你的牌子有 penalty points 你下一年的汽车保险的保费都会加价的 所以大家就记住开车千万不要用手机啦 第五Variable speed limit 相信这个不少YouTuber都提过的 但就没有解释他背后的traffic engineering theory 所以我们就邀请了相关的专业人士 帮我们讲一下啦 Variable speed limit通常可以在smart motorway找到的 而smart motorway为什么叫smart呢 就是因为它沿路有很多radar监察着路面的情况 假如radar detect 到条路前面发生事故 例如撞车 那么它就会在事故发生的地方后面进行行速 目标就是不要被后面的车高速地刷下去 假如radar监察到前面条路塞车的话 它就会在塞车的地方的后方进行行速 务求smooth out的traffic flow 减少那些stop and go的塞车情况 这种stop and go的塞车情况 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个stop and go 就会像一个short wave Catch some in the top 这样调测车了流程的嫌碎 这个现状就有很多日本科学家在2008年工作了一个实验 证明是真的 这个实验里面呢 就有一堆车车车车距地围进一个圈侧 有最多,转圈转圈下我共你 当有车突然收慢,就会产生了一个stop and go的塞车现象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是会一直propagate下去的 而Smart Motorway就是透过radar的数据,经过traffic model的运算 利用variable speed limit控制交通流量从而改善交通 所以大家以后就千万不要低估variable speed limit的重要性了 讲回正题,variable speed limit的路段通常有很多speed camera and force 这些cameras拍的速度是基于那个路段在执行的variable speed limit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当variable speed limit没到啦 英国被人抄牌的伏位其实还有很多 例如普通的fixed和mobile speed cameras,aferic speed cameras,bustling cameras,red light cameras等等 但是这些不用问贵都知道是什么来的东西 全部都被其他youtubers说到破坏了 所以我们也免费浪费再说一次啦 总括以上,如果不想被人抄牌,就记得要留意交通牌 遵守指示,不要开入ltn,yellow box junction出口要没有车才能开进去 开车不要玩手机,以及不要超速啊 不过在speed cameras方面呢,我们就还有样东西可以介绍你用的 就是市面上有些GPS导航系统是有speed camera warning的 这方面我们就推介用TomTom Go 那么有speed camera的地方呢,它就会灯灯灯地警告你的 还有它还有样东西好的就是它会在你用之前逼你download offline map的 我知道Google Maps都有离线地图功能,但你永远都不会记得去update它的 这个离线地图功能在英国非常之重要,因为不是到处都收到电话和上到网 虽然它是有一个subscription的费用,但是我们就觉得是值得的 不过它有样东西不好的就是我们发现它在LTN方面不是那么update 所以它有时会带你行LTN的,那次呢,我就是因为这样中招了 所以我们开车去那些不熟的路,通常就会开两个GPS的 主要就是TomTom,Background就是Google Maps 那么我们如果发现TomTom带我们行LTN呢,我们就会立即转用Google Maps 那么就万无一失了 好了,如果你万一不幸被人抄了牌,有没有机会达得掉呢? 那么我们建议你第一件事,查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它抄你的车牌有没有抄错 如果抄错了,那张告票是自动废了的 我就很幸远试过一次了 我看错牌以为那里拍得车,怎么知道原来不拍得,被人抄了牌 但是抄错牌,省回六十五博 第二就是如果张告票是寄给你的话,它是不是用first class post寄给你? 如果不是的话,根据The Civil Enforcement of Parking Contraventions, General Regulations 2007, Regulation 3 将告票都是废的 好了,如果他又没有抄错牌,将告票又是first class post寄给你 我们会建议你装一些在Facebook的Penalty Charge Notice Advice的group 给告票的资料,那个group的人 看看他们有没有建议可以给你去打掉那张告票 记住记住,如果你是打算appear那张告票的话 就千万千万不要交罚款住 因为交了罚款就代表你承认责任,这样就没得appear的了 去到最后,我们想说一样在英国考车牌和香港考车牌非常相似的东西 就是路士牌很久了 我们就做了少讨计,就算你去到Sankara的地方考路士 都最少在讲牌5-6个月 想快点拿到个路士期,是有办法的 这个办法Valerie在大概一年前考车的时候就用过的 那个办法就是,当有人出席不了个路士,要cancel个appointment的话 那个考期是会立即被放出来的 那你就要去把握这些cancelationappointment去拿个快点的考期 但当然你没可能在一部电脑上查询了 所以英国是有些网站提供这些找cancelationappointment的收费服务 他们基本上是一堆bots,跟当年香港人用来炒iPhone的差不多 你将你想考的考场和你可以出席的考试日期 加上你DBLA account的details交给网 他就会每分钟帮你查询有没有cancelationappointment 一有的话他就会自动帮你报考 跟着传个SMS,告诉你你的考期已经转了 Valerie当时就是用这一间的 那赶着考车牌的朋友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法 又来到我们一片一餐厅的环节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香港首屈一指的中餐呢? 有的话就要试试我们今天介绍在Central London Piccadilly Circus附近的高级中式餐厅 Imperial Treasure 余宝軒啦 我们认为余宝軒很有可能是全英国最好吃的中餐厅 他们的食物比香港不少的酒店中菜馆 他们用的食材高级、新鲜 会用西班牙黑毛猪做叉烧和烧肉 还有日本、美国牛肉等等 它最有名的就是片平压 买到118磅一只 不过就非常好吃 还有这个价钱已经包了饮食 想吃的话就要在订桌的时候预订了 那大家吃完之后 comment来告诉我们好不好吃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刚才的影片 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和按下小铃铛啦 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 1、2、3、朋友最多 转身转身看我供你 我要进来给你